为什么团径只有两把机枪,以后会加入新机枪吗? 除了军备团径外,其他团径都只有两把机枪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两个 一,MG3太强了,在经典模式有三把机枪 除了M249和DP28就是MG3了 团径也只有MG3没加入 而没加入MG3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单纯因为它太强了,而且是无敌的那种 子弹多秒伤极高 光这两点就让很多枪和它对刚处于劣势了 可它还有支架,后座力也不高,子弹速度也很快 总之MG3如果加入到团径 那就没其他全自动枪什么事了 所以MG3目前这个阶段肯定是不会加入支极的 二,M134是重机枪不会加 直接的另一把机枪就是M134了 不过它属于重机枪,属于重武器 只有火力对决里有,火力是更强大了 而且子弹更多 如果M134加入到团径 那是比MG3还无敌的存在 尤其是突变团径 丧失直接不用玩了 一个人两把M134离丧失怎么攻点 那么以后会加入新机枪吗 其实这是必然的 不过新机枪的上限是会很慢的 小伟猜测下一把新机枪上限 最起码要等两年起步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哦 我们下期见